哈囉,大家晚安,我是博勝 那今天要幫各位介紹是我們Vios的一個排檔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有藍色的呢 是我們中部的精裝車,它是屬於有一個排檔鎖 那這個排檔鎖是屬於中級排檔鎖 那我們如果離開車子的時候,往下按它就會上鎖 它就會上鎖 那我們要開鎖很簡單,你只要找到我們的鑰匙 我們的鑰匙長這個樣子 那從我們的右側插進去之後,順時針往前轉 你會看到那個,我們的下面的一個桿子就會跳上來 那把它轉成國字的1,就可以抽出來了 那這個是中級排檔鎖 中級排檔鎖 那我們再幫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一個排檔的功能 有哪些 那我們現在一樣,你如果沒有踩煞車的話 它有防暴充裝置,它就會擋住,沒辦法入檔 那你一定要踩煞車之後才能入檔 那往下搬這是R檔 好R檔 那你會聽到它現在很急速就是說 我們後面有障礙物 把前面開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目前一樣,在幫 踩煞車如果往右邊扳,它可以入檔 然後第一 R檔 那我們的前面這裡 這裡會出現R檔的位置 R檔的位置 那我們是中部精裝 所以有倒車影像 可以看到有倒車影像 綠色大概1公尺 黃色大概3-40公分 紅色大概10-15公分 那我們是組於中部的精裝車 所以有倒車影像 那再過來這是R檔 然後往下搬,它就會入到空檔 也是一樣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N檔的位置 那往下呢是D檔 D檔 那我們這台是手自排七速 所以我們D檔切到左手邊 那左手邊之後來講的話 我們一樣 它會出現一個1檔 那你要行進間 行進間加檔 1檔 2檔 3檔 4檔 5檔 7檔 最多到7檔 那一樣往下是減檔 7 6 5 4 3 2 1 那這邊是手排的 那如果說不想用到手排 我就切往右邊 它就是D檔的位置 D檔 左邊是手排 右邊是自排 那空檔 R檔 那會聽到一個嘟嘟嘟的聲音 嘟嘟嘟的聲音 這是我們倒車警示 不是雷達喔 如果說你倒車來講的話 雷達的話是像這樣 你會聽到一個嘟嘟嘟跟嗶嗶嗶的聲音 它是兩個聲音 一個是倒車的一個警示 一個是雷達警示 那兩個聲音 就是要提醒各位 你打的檔位是R檔 那後面有障礙物 這是R檔 然後切回去是我們的一個P檔 那旁邊這裡有一個蓋子 這裡有一個蓋子 那這個蓋子呢 是一個緊急卸放鈕 如果說你車子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蓋子翹起來 往下按的時候 它就會解除我們剛剛的這個 我們的防暴充裝置 有一個Shift Lock的一個解除的動作 你看我現在沒有踩煞車 它就會鎖定了 那如果當你沒有電的時候 踩煞車會沒有用的話 我們就要把這個翹起來 一手壓進去 拿一個一字起或鑰匙把它插下去 然後它就可以入檔 推到N檔的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把車子稍微推出來一點 要接電比較方便 那現在比較少用到這個 因為現在都用電罷了 所以不用推動車子 所以就比較少去打開這個蓋子了 那以上這是我們的Vios Vios的一個排檔座的一個介紹 如果說有不清楚的話 再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那今天的一個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我們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晚安了 掰掰